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被放在火车 然后直接运到基隆的港口 为什么说我今天的故事 要从这里开始呢 因为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 我的家就在后面那里 那边的一块空地上面 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市民大道 它之前就是基隆县的铁路 而我的老家就在那个铁路的旁边 我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家并不富裕 其实连小康都有点挣扎 我们所住的那块地方 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的 那我们呢是违章建筑 盖得非常的草率 连厕所都没有 我们有一个户外的茅房 是左邻右舍 大家一起共用的 而每一次呢 当火车经过的时候 整个家就会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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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一天地震好几次 在那个时候 我父亲在中式电视公司来工作 那因为他的口才 所以 Redeseum得到一个机会 在当年呢 来主持一个台湾非常早期的一个意志节目 名字叫做分秒必争 那在那个节目每次开播的时候呢 他就会对着镜头来讲 一段励志的小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他自己写的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呢 他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励志小段子 他想说那就把它集结成册 也许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他就投稿 然后在当时呢 每一个台湾叫得出名字的出版社 都婉拒了 可能在那个时候 大家觉得 希望这个 比较厚实一点的这个内容 那我爸不服输 所以他亲自到印刷厂 拜托印刷厂的老板 算他便宜一点 用最廉价的纸墨 印了一两千本 印完了以后就把板子给拆了 那个时候是活版印刷 真的没有想到会再版 没有想到 这个书逐渐地卖得越来越好 许问度越来越高 我父亲发现 马上要开始再版 然后再再版 然后有一天 接到了国防部打来的电话 刚才说 刘庸先生我们觉得 您的这个书 蛮优良的 这个可以给我们的 这个国军官来阅读 所以呢 把它列为优良刊物 然后这一下子呢 就跟他订了几万本 这本书的名字 叫做《银窗小雨》 后来我父亲呢 写了好几本续集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的发生 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让我在五岁那一年 可以终于搬离 那个连厕所都没有的 一个武藏建筑 然后搬到 在当时刚开始开发的 一个全新的一个规划 重画区 我们现在管它叫 东区 中校东路四段 我没那么老 不过台北真的是 改变很大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改变了 我父亲的命运 从原本 师大美术系毕业 他一直都立志 想要当个画家 结果没想到 无意之间成为了 一个畅销作家 在这几十年来 写了这么多本书 影响到了很多代德 年轻的读者 在这边很好奇 有多少人之间 读过我父亲的书 我们可以看一下 Oh my god 几乎是everybody 鸣谢会顾 幸运吗 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来说 的确是非常地幸运 那起码我知道有一点是 如果当初我父亲 收到那些rejection letter 那些回函的时候 他就打消了 那个初初的念头的话 我们肯定 我们现在的生活 会跟 可能的不一样 那 所以我就开始 对命运这个东西 产生很强烈的好奇 差不多两年前 我开始 研究 什么是命运 什么是运气 不过是从 我自己主修的 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都知道 其实幸运感 跟幸福感 是很像的 它都是一个subjective experience 就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感觉 所以它必然是跟 心理学有关的 只是 是否有一些 心理的因素 可以让某些人 过得更幸运呢 所以我一开始研究的时候 我就先访问了 我身边的一些长辈 一些朋友 一些 看似是非常幸运 然后也 工作非常成功的一些人士 那当然 这个 不外乎也有我老爸 所以那时候我就问 老爸 你觉得 你的成功关键是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 送了我四个字 窃而不舍 对于后来 我是移民到美国 然后在美国长大的我来说 这个窃是怎么写 是什么意思 我都完全都不知道 我知道它是古文 那么查了一下字典呢 我知道说 窃而不舍这个的意思 翻译成英文的话 大致上面一个字 就可以来解释 也就是什么 persistence persiste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persistence despite failure persistence就是坚持下去 坚持你想要去做的 然后一直就撑下去 而的确 一再而再地 我在 我发现在跟这些成功人士 跟幸运人士的交谈当中 他们谈到的关键里面 都一直 举出persistence 为一个主题 只是我心里面 我还是不满足 我觉得 there should be something more 应该有更多 为什么呢 我们应该都认识 身边有一些人 他们一辈子安守本分 埋头苦干 对不对 刻苦耐劳 像个水牛一样 头滴滴地拉着梨 可是这一辈子 好像也没有得到 什么特别幸运的机会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有更多的 在这个persistence 后面是不是还有 另外一层呢 我在心理学的文献里面 找到了一些线索 这是来自于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 社会心理学家之一 名字叫Albert Bandura Dr. Bandura 在1960年代的时候 他研究很多有关phobias 就是恐惧症的一些病患 然后他发现 有恐惧症的一些人 他们是否能够 克服他们自己的恐惧 很多时候取决于 他们是否认为 自己有能力 来克服这个恐惧 那经过了一番的study 在1970年代 他发布了 这个相关的资料 然后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self-efficacy 他认为self-efficacy 非常重要 甚至是 人做任何事情 都必须要具备的 一个基本的条件 self-efficacy 我们把它翻译为 自我效能感 只是自我效能感 是什么意思呢 自我效能感 根据Dr. Bandura的定义的话是 The belief in one's capabilities to organize and execute the courses of action required to manage prospective situations 非常的饶舌 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的方式 来解读的话呢 用一个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感的一个问卷 我们可能会看到 像这样子的一些题目 我能冷静地面对困难 因为我可信赖 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有麻烦的时候 我通常能想到 一些应付的方法 或者说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 我一定能解决 大多数的难题 那如果你是 自我效能感很高的话 你就会说 That's me 不过我觉得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给各位看一张照片 大家就马上就知道 说自我效能感 是什么样的感觉的 你看 就像这样子 Right Yeah 放马过来吧 人生难不倒我 人生难不倒我 其实这是一个关键字 所以我觉得 这个 Self-Efficacy 应该跟 Persistence 有非常大的关联 甚至它可能是一个关键 我后来 我自己设计了一个问卷 在这个问卷里面呢 我问 有关自己 幸运的这个评估 然后在各个方面的 生活的满意度 然后还有很多 不同的一些 从正向心理学里面 的一些 不同的因素 因为我想要去 找到那些关联 看看 到底哪一些心理因素 是跟幸运感 跟生活满意度 有最高关联的 那我今天非常有荣幸 今天在TEDx台北 是我首次可以 跟各位公布 我们这次研究的 初步的研究findings 那 所有的网友呢 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们在短时间里面呢 回收了 7735份的有效问卷 那在当中呢 台湾的问卷卷了82% 大多数 从老到少都有 平均年龄30岁 然后大部分呢 都是大学文凭 生活是以上 跟在座其实的demographic 其实蛮像的 那根据 我们这个初步的研究结果呢 分析出来 在所有的人当中 我们的平均 从0到100分 你给你自己的运气 达几分 平均上面呢 72份 Not bad 这群人觉得自己 还蛮lucky的 那总生活满意度呢 这个稍微低一点 65份 不过 即格了 barely passing But here's where it gets interesting 当我们来分析 跟幸运 跟生活满意度 最高关联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发现 跟幸运感 有最高关联的 Top 3 factors No.1 就是自我效能感 然后第二个 甚至它胜过了 乐观程度 也就是说 我相信人生会变得更好 这个就是optimism 这个是我原本以为 会是number one的 然后还有转念能力 就是赛翁失马 这样子的这种想法 而当我们来看到 跟总生活满意度 最高关联的时候 又是第一名 自我效能感 第二名 人生意义感 觉得说 我的人生是有意义 我知道 我来到这个世界 是要做什么 然后第三是 我是否能够放松 The ability to relax 我觉得这个 非常地surprising 因为我原本就知道 说自我效能感 应该是有关联 只是没有想到 它会是 这么这么高的关联 当然了 success baby 会说是 I knew it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重视 自我效能感 有这么地重要的话 那当然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的自我效能感 不够高的话 我要怎么样来提升 我们都知道 自我效能感 是有能力 更有信心 有一些人只有能力 可是没有信心 很可惜 不够 有些人只有信心 没有能力 相信我们都认识一些 这种资源 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也不行 我有他们两个 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的overlap 这个goldilocks zone 我管它叫the lucky zone 这个就是当 幸运的机会出现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能力 你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来捕捉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 幸运的所在 Look here is again 所以要怎么样来提升 我们自己的 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感 根据Dr. Bandura 他说有四个方法 我们可以克服挑战 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 设一些目标 然后逐步的克服的 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锻炼 我们自己的能力 跟自己的自信 这个他说 是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effective 最有效的 或者说 我们可以看 别人做得好的 我们来copy他们 或者是 给自己打气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或者说叫 亲友团给你打气 Yeah you can You can Just do it 当然不能忘了 physiological reaction 就是说 我们自己必须要感觉 自己有足够的活力 足够的体力 足够的精神 我们才能够去应付 这些挑战 我在这里呢 也present另外一个model 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 而是根据我一个好朋友 因为我非常尊敬的 一个好朋友 他年纪比我小蛮多的 他是个ABC 不过现在在台湾工作 他的名字叫Allen 他非常低调 所以我不会联名待姓 来说他是谁 but 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他去县市在纽约 在华尔街做事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stockbroker 然后后来他觉得 华尔街too boring 没有意思 所以呢 他就去报名 自己去报名 The State Department 美国的外交部 然后成为了外交官 然后还被派到中东 去工作了好几年 那实际人在那边做什么 他到现在 他都还不肯告诉我 It's like top secret 然后后来呢 他又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公司 完全自己创业 全部东西都自己搞 然后非常非常成功 收入非常好 那现在呢 最近他现在着手 准备要写他自己的 第一篇长篇小说 因为他觉得当一个作家 应该蛮好玩的 他想试试看 所以显然这是一个 自我效能感 非常非常高的家伙 那我就问他 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 谈到自我效能感 他说 Yeah 自我效能感 我都是用这个方法 来过日子的 他甚至跟我说 You know what 当我面对一个新的挑战 或者说我想要学 一个新的东西 我之前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 我甚至整理出来 一个SOP 我每次都照这个SOP 屡试不爽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 来学习事情 我说 Oh please 传授一下 他说其实很简单 举例来说 如果我想要学写作的话 第一件事情 我先阅读很多 有关写作的书 Get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得到一些背景 一些知识 然后我会去找到 我喜欢的作者 然后来模仿他们 模仿他们写作的技巧 他们的故事的架构 甚至把我自己的故事 套进去 不是纯粹为了模仿而已 而是为了在中间 去找到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work 什么东西适合我的 什么东西不适合我的 到底它的成功关键 是在哪里 分析了之后 我可以筛选 找到我自己喜欢的 属于我的 把它重新组织起来之后 开始来做我自己的创作 它就会变成我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然后我继续问他 我说 那你觉得最幸运的人是谁 你所认识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 就是我啊 我自己啊 I'm the luckiest guy No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总是可以 心想事成 我每次想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可以达到 他说 从我小时候 我的父母亲 从来没有告诉我说 You cannot do something 他们总说 你试试看 然后如果他失败的时候 他说 那你问一下自己 有没有什么方法 你可以做什么调整 让你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他说 他从小就锻炼了 这样子的这种思考的方法 然后让他长大的时候 他现在什么都不怕 因为他现在有这套SOP 让他每一次 碰到新的situation的时候 他都可以认为 他都能够解决 碰到正确的解决的方法 那很好玩的是 这三句话 more or less in the same words 差不多 同样的说的方式 当我去问 每一位成功的人士 每一个幸运的人士 当我继续地 从他们的 切而不舍的这边 继续再去挖的时候 他们都会讲出来这几个 这几个 他所反映的是什么 自我效能感 所以在无意之间 我们找到了 the mother of persistence seems to be 自我效能感 is self-efficacy 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 当我们回到 Allen's Method的时候 其实这个Four Step Method 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学习法 那我们自己的教育环境 我认为 前面两步做得非常好 后面两步呢 有进步空间 我们非常非常会背书 非常会学习知识 非常会临摹 把事情搞得滚瓜烂熟的 然后呢 你说熟了 对对熟了 OK好 熟了 move on Next thing 因为有太多东西 必须要学了 可是我们有没有给 我们的学生 我们有没有给自己 足够的空间 真正去思考 去判断到底 中间的成功因素 是在什么 然后有足够的空间 让我们可以去创造 我们自己的东西 这些都是关键的问题 而为什么 这个那么关键呢 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观设到 我们自己的社会 给大家看 这个是 一个德国团队 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 散发 世界各地 很多人的问卷 收集到了 一万八千份问卷 全部都是有关 自我效能感 在全世界各地 然后他们发现呢 大致上面呢 大家 self-efficacy的 差不多一样 唯有两个地区 特别的低 哪里呢 日本跟香港 那所以这些学者呢 他们就说 那会不会是 这个解读 说在东方的社会里面 因为大家 比较希望说是 能够 这个 以和为贵 所以呢 碰到一些 环境上面的一些 阻碍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觉得说 可能没有那个必要 甚至 甚至不鼓励 你去设法来克服它 不过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它是属于 Asian society 一个特点的话 那为什么各位看 Japan 右边的这个 Korea这边 又会self-efficacy 那么高呢 对不对 那韩国 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一个 信心满满的一个民族 不过我们也看到 他们在过去的 二十年当中 他们有了了不起的成就 无论说是电子产业 或者说 在流行音乐上面 他们从完全 完全没有概念 到现在 他们可以 笑傲江湖 他们不仅是 有自信 他们还真的是 办得到了 所以真的是 值得我们来 借尽 或许 self-efficacy it might be the key 所以今天 当我们来谈到 resilience 当我们谈到 任性的时候 我希望丢出来 这个想法 因为这些都必须要 是我们自己 问我们自己的 一些问题 我们是否相信 自己有能力 能够应付挑战 能够克服困难 我们是否能够 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后来 在我自己的 research里面 我发现 就是那些认为 自己能够掌控 自己命运的人 也刚好就是 自己认为 自己最幸运的人 而当 其他的人告诉我们 说没办法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够说 我会找到办法 我会找到办法 我们会找到办法 这是一个 对于台湾社会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我们必须要相信 我们能够找到办法 我们必须要锻炼 我们自己的 自我效能感 因为只有这种 自我效能感 当我们相信 我们自己有能力 来克服困难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 We can keep fighting 我们可以去找到 正确的solution 所以这是信心 这也是能力 我们要找到办法 我们会找到办法 我们必须找到办法 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我们要切而不舍 祝福大家 祝福台湾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самые项目标志们 优优独播剧